畫面中可以看到遠景巡邏在路上 看見一名男子要右轉 卻沒有打方向燈 於是上前攔車 要對方停車 而成功攔停以後 發現這名男子沒有駕照 而且渾身散發酒氣 被查出酒駕後還亂扯說 是因為剛剛有吃鹹酥雞 帶你看一段當時的情形 事發在18號晚間7點多 高雄一名無姓男子 騎車行進鳳山區新附路 因為右轉沒有打方向燈 被後方巡邏遠景攔查 而過程中遠景發現 他不但是無照駕駛 身上更有濃濃酒氣 於是進行酒測 果然酒測直超標 無姓男子甚至瞎扯說 是因為自己剛剛吃鹹酥雞的原因 也被遠景反駁 這跟酒駕沒有關係 最後當場被上銬逮捕 以充偵辦